叶先生告诉记者,这家销售干南骑城的淘宝店已经开了8年,货源都是老家的亲戚给他提供的。 在网店的管理页面上,目前还有16个带发货的订单,订单金额都是三四百块钱,收货地址涉及好几个省份。 他还收到一些买家投诉提醒,都是跟那些订单对应的。 投诉原因都是卖家承诺不履行,投诉说明中也都提到,下单到现在已经好几天不发货。 他算了算,自己交给淘宝平台的押金已经被扣了五百块钱。 我打了那个淘宝客服,他告诉我说,他说会赔五块钱到三十块钱不等,但是我现在就是说封顶是一百块。 所以他这次,我看了一下我有好几笔订单被他们投诉成功。 商家不发货,三年次也不发货,你超过发货的时间的话,投诉他会成立,成立就会扣钱。 一般扣多少啊? 最高是一百元,五到一百元之间。 是扣在这个商家的押金里面? 对。 那像这样的商家在你们这一般押金有多少啊? 一般一千块钱啊,先生。 本来,网店长时间不发货,买家申请退货退款并拿到一定补偿是很正常的事。 可叶先生认为,自己的遭遇有点反常。 他的支付宝账单记录显示,11月19号,有一位买家在叶先生的网店里买了383.52元骑程。 11月份就20号,我点开支付宝,我发现淘宝平台给我扣了一百块钱,那个保证机。 淘宝店里突然之间有很多人下单,这在以前是很少发生的事。 买家从来不问任何信息,就直接下五单、六单,四五天之后,他们就会要求退货、退款。 然后在这边他们会对我发起投诉。 11月19号,第一位下单的买家拿到383.52元退款和100元补偿之后, 11月28号又在叶先生的网店里下了468.16元的订单。 12月1号,叶先生给对方发了一段文字解释,骑程已经减产,我们连线下都不够卖,所以线上就没有货源提供。 这位买家并没有做出回复,记者仔细核对了一下,叶先生提到的这批骑程订单, 时间跨度从11月19号到11月28号,多数都是由不同的买家下单。 其中,不少订单的下单时间就间隔几分钟。 那估计处理的话,至少有七八单,还有16单是带处理的,他们下单的数量差不多,有的时候薪额一模一样的, 我万万上都联系了,就是在那个平台上联系了,有的人就已读,有的人就完全是未读。 叶先生说,发现情况不对后,他做了两件事情,第一是12月1号下架了网店里的所有商品, 第二是向淘宝客服进行申诉,其中有一批订单已经被淘宝小二审核判定为恶意行为。 按照叶先生提供的号码,记者给11月19号,第一位下单的买家打了电话,发了短信,对方一直没有回应。 有没有给他们打过电话? 没有,他们连回复都不会回复,但是他们投诉个个都不少的。 就是你要把所有的订单的话都发进来,然后我们会在一到两个工作人员合适处理。 就你们怎么来判断,这些顾客的行为是恶意的呢? 叶叶先生表示,自己愿意按照那批订单的顺序逐个向淘宝客服进行申诉, 他希望平台能尽快查清这件事情。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